本季的台巡高球赛明天就要在高雄揭开序幕了 总奖金300万元的永济早期红牌游期公开赛 吸引了将近百位的好手前来共襄胜举 台湾一哥林文棠去年在高雄球场是夺下了两座冠军 他希望今年能够再唱夹击 高雄球场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一个球场 那对于当然我们其实是比较有经验的学手 当然会比较有加分效果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尽可能把自己的水尊打出来 我们今年也增加了许多的一些新的胜利军 一些年轻的选手 让财神赛里面更加年轻化 我们也期待选手能有更好的成绩的表现 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也提升我们这个国家的赛事 一个国家的强盛 当然是要运动也要强盛起来 在企业的支持下 今年一共有96位高球选手 前来参加《勇记造期》红牌游戏公开赛 去年台群赛奖金榜上前20名 就有16位选手参赛 大大增加了比赛的竞争性 今年赛事不同于去年的比动赛 而是升级成为公开赛 外面冠军的林文棠也叙事待发 希望有所发挥 报回冠军奖杯和50万元的冠军奖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